现场想请,是不是可以请曹老师来帮我们 那个 对 好 对 现在是一位下场房子,为什么开船ส谷的时候 对 第二贡伦说 应십회 벌써 30년 40년 된 것 같은데 그때应십회가 처음 국제대회로서 열렸을 거예요 사실 자신없이 출전했는데 운이 좋아서 결승에 올라와서 그다음에 서귀평 구단하고 바둑을 두게 됐는데 사실 그때 처음으로 중국에 오게 된 거죠 그때는 또 한국하고 교류가 없어서 오는데 조금 힘들었고 지금 생각하면 옛날 얘기지만 그때가 아마 제일 서귀평 구단이나 나나 굉장히 제일 한참 둘 때가 아닌가 싶었어요 너무 길지 대충 끊어서 얘기해 아 네 조금 시간 걸 그래구나 너무 길었구나 那个 차老师说 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就是突然间回想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想到说 可以那个就是 走得那么高走得那么好 然后现在再回想起来的时候 可能说再反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自己反省的时候 可能还会做一些小的变化 그때 항주인가 항주에서 1승 2패로 해서 이제 1회전은 끝났는데요 2회전은 아마 싱가포르에서 바둑을 두게 됐을 거예요 그때 이제 불리한 상황인데도 아마 4국에서 반집을 이겨가지고 5국제인데 참 마음속으로는 많이 떨렸습니다 대충 하겠지? 항주 네 当时 是在杭州 然后 曹老师 他下一站 就是要到 那个新加坡 所以 当时 是 连续战 四国 就是 当时 也是 比较 这个 形成 比较 紧凑 然后 比较 紧张 这种 这种 情况下 이제 이 상황이 좀 그때 물렀었으면 괜찮을 텐데 조금 더 그 득을 벌르라고 좀 무리를 해가지고 그 순간 이제 폐착이 되가지고 승리는 저 그 5국의 승리 승리가 됐죠 아마 우리 대한민국에서도 처음이고 뭐 저로서도 처음이고 아마 그때의 생각이 아주 굉장히 많이 납니다 曹老师 说 这段 记忆 是 人生 当中 最深刻 的 一段 因为 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 自己 会 会 圣啊 还是 会 会 败啊 这样 那个 也是 大汉民国 第一次 取得 成绩 所以 对他 来说 人生 是非常 有意义 的 一段 时光 我想 替 在场 学习的小朋友们问一下 曹老师觉得小朋友们学习 这时候 要注意什么 但是 你很喜欢这个人 这些真的 有一个 这个人肯定 有这些乱 我肯定 《arte直》 我所经历的发言是,学习的学习 然后,当时,学习的好师,或是上司的学习 结果,自己的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我认为自己的学习 我认为每位小朋友 这个图习没有什么魔法,也没有什么解禁 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非常感谢曹老师 其实是刚才我贸然代表了进城市的小朋友和小朋友家长 我自己也非常想问曹老师这个问题 就是小朋友应该怎么学习 因为可能好多奇迷朋友都知道 曹老师不仅自己厉害 因为他的徒弟也非常厉害 你们知道他徒弟是谁吗? 对的,李昌浩 他的徒弟 曹老师在这 他的徒弟比他还厉害 比他的拿的成绩还多 但是我们觉得曹老师很了不起是什么 曹老师过了50岁之后 仍然拿世界冠军 所以我想替我们进城的小朋友们和家长 问出这个问题 刚才是我自己想的问题 好的,谢谢 再次我们感谢曹老师回答我们的问题 小朋友们努力 说到我们冲断少年和小朋友们学围棋 我觉得就是两样 当你在努力的过程中 你发现或者家长发现自己孩子才能之后 那就是要特别努力去争取 发挥出你最好的才能 当你在努力的过程中 你还不一定知道你自己 是不是才能很好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曹老师说的 再努力一下 再多用功一点 再坚持一下 可能就能够把你的天分能够发挥出来 就能够发 就能够发现你自己的天分 可能好多人不知道 当初李昌浩老师 跟曹老师学起 他自己水平已经很高 参加入断职业比赛之前 他连盘都复不完整 曹老师说 说过 你连盘复盘这个环境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你对你的进步会非常慢 从那之后 李昌浩老师就特别注意 下完期就立刻复盘 复完盘 如果对手先走了 年长子走了 他就自己先复一遍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小朋友说 复盘记忆力不行啊 找到方法 找到你自己适合方法 你也会很快就厉害的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我们这个进城市小朋友 小朋友的家长的代表 我们也听一听小朋友家长 对他们学期是什么想法的 是王炳旭妈妈吗 有来吗 有来吗 对 也 对 据说这位小朋友也是长期坚持学期的 也希望能把他的那个 学期的经验 给他 给我们 介绍给我们其他小朋友 也许其他小朋友能得到 你从这来 好我们欢迎王炳旭 第一次登台有点紧张 就是我就是让王炳旭学习吧 就是为了让他提高自己的计算能力 希望他能够更努力的学习吧 其他也没啥 有点紧张 没事 那我多问一下 你们最初学期是 是因为有训练班 还是有老师到学校推广的 当时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有老师在那学 他特别感兴趣 后来就一直在学习 一直坚持到现在 谢谢 谢谢王娃娃 你看这就是非常好的经验 因为进城市开展围棋活动比较好 刚才说了 有90%的幼儿园 在开展围棋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王炳旭 大家都能够像王炳旭这样 有有这样的机会 在幼儿园学了之后 能够再到学习班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支持孩子的学习 也想 我也想感谢 进城市体育局和进城市围棋协会 能够持续不断的开展这项活动 谢谢您 其实刚才棋局进行到的是比较 比较重要的时候 这棋是下成这样是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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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摆的时候摆漏了一个 打入了之后 白旗飞了一个 才下成这样的 下成的这样 就像刚才这个 我们小朋友的家长和曹云旭老师 给我们讲的那样 小朋友就是一旦感兴趣了之后 家长通过家庭的不停的培育他们 支持他们学习 通过小朋友的持续不断的努力 以及老师的引导 所以学习就能够让小孩子开始渐渐的有兴趣 努力看到自己成果 再努力可能进步就会比较快 这三个要素都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进城市都做得非常好 特别是能够持续不断的 像经常能够把世界级的大师 请到我们进城来 来给大家传授这些宝贵的经验 那我们就容易少走弯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进城市做得特别好 我们接下来想有请 进城市围棋协会秘书长 再给我们讲一讲 田薛强先生是吧 再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今后进城还准备在学校啊 在幼儿园进行怎样推广 怎样派老师的活动 可以吗 那田老师 这是田老师 好 好 好 各位老师 各位小朋友好 那个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 教了二十多年围棋的老师 从那个二十多岁参加工作 从那个二十多岁参加工作 就开始教围棋 一直教到现在有大概二十一二年了 然后09年的时候 原来的时候是在南方 是在那个广州和深圳一带 在那里大概十年的时间 大概09年的时候 回到了家乡进城 然后开始在进城 就是做这个普及培训 刚回来的时候呢 可能是学校刚刚开始开展这个普及工作 因为最早就是大概是2001年02年的时候 在广州开始就是全国是应该是率先 开始那个围棋进校园 开始那个普及 在这之前呢可能就是说师傅带弟子 这个可能会多一些 我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啊 然后我们等于是 就是这十年的工作就是 国内就是第一批 就是在校园开展围棋培训的老师 然后回来以后回到家乡以后 09年回到家乡以后 开始在进城 就是说在在协会的领导 那个支持下开始那个 开展那个围棋进校园普及 从一开始第一批开始大概是六家幼儿园 和三所小学低年级 之前呢 咱们进城08年搞维基文化学的时候 也在学校普及过一些 但是呢可能是从初中 从那个中学或者是小学高年级开始 从那个小学 一二年级低年级开始 和从幼儿园开始 可能第一次是三家小学六家幼儿园 从09年开始 这是从小学一二年级 和那个幼儿园开始 这是也相当于是在南方学的先进经验吧 然后经过大概十年 现在14年了吧 应该是09年14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现在呢 咱们全是有二十多所小学 和六十多所幼儿园都开展了 就是为其普及 大概是18年19年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是有二十多所小学 和六十多所幼儿园开展 为其普及 但是可能是受疫情影响 当时呢大概 我们有五六十名老师 在专职做为其工作 以后呢就是 就是现在呢 就是说说 可能受一点疫情影响 就是现在呢在慢慢恢复中 希望能够就是说 就是说 在在未来能有更多的学校 包括各县区 能和幼儿园能够开展 为其普及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田老师给我们分享的 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请各位老师 请准备下指导期 孔杰老师 古丽老师 那个曹新元老师 邱敏珠老师 瑞乃卫老师 请你们去按照他们这个下 在他们在开始下指导期 准备接下来 麻烦你们到后面 对 对 在在这个空档里面呢 呃 我们想 我们都知道 现在AI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自从2017年 这个AI横空出世 先赢了理事实 又赢了科捷 呃 之后呢 很多围棋界的 呃这个练习 这方面都是跟AI有关系的 所以今天既然我们这个能有信 请到了世界级的人工智能研究者 我们经常说 这个张震教授呢 是是是半人跟半AI之间 我们想很想 维棋界也很想问问他 按AI的眼光来看 人类学期应该哪种方式好 还有AI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发展 能不能请我们有请张震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一点 那个AI方面的经验 谢谢请麻烦请上台 对 呃 呃 张震老师从小就是一个 用现在的说法 是学霸 呃 具体多厉害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我想 以他现在的职位 和这十几年的研究 呃 肯定能够给我们好多启示 来 那个张教授 给我们讲一讲 尤其我们维棋界最关心的 AI 维棋界的人和AI 能够怎样结合最好 我这个没有准备 这个助教你 将我一句啊 啊 我大概知道这个AI 他下期自己是怎么训练 这我是知道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 呃 那个AI呢 现在有一个 最近啊 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就是他可以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啊 来解释他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 对对对 现在是最近比较大的 大模型 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他的水平可能比我们高 但他不能解释他怎么 行为 哎 他为什么下这步棋下那步棋 不能跟你进行对话 所以经常还要你去猜 对吧 我觉得这个 就是从以后的发展角度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 学习的另外一种方式 我觉得是 嗯 我想知道就是说 您说的 张教授你说的 AI能够解释自己的方式 是用语言吗 对 他是用语言来解释 他可以这么 对啊 用我们正常的这种语言逻辑 来能给我们解释成 解释成 他下这步棋 大概什么意思 我觉得现在还没做到 但是他现在可以做这件事 他不仅是在下棋这件事情上面 他做其他事情上面 他已经做到这件事情 对 我自己呢 其实还关心一件 呃 这是讲的很多人关心的是 AI怎么样训练 起手 怎样跟AI结合 我其实一直关心的另一件事 AI能不能够溯源 跟我们比如进城 能不能够用AI的方式找到 当年 比如说围棋有这些线索 围棋在进城 或者说在棋子山 这些活动的能够有那个逻辑性 对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那个 假如说我们把所有的棋谱啊 这个所有那个影响 都把他那个 嗯 那么多代爱的棋谱的 积累下来的话 他是可以找到这个线索的 在哪里就是说他可能出现的变化 哪个棋局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能够做到的 将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那个 那你有没有就是具体的对我们 对我们小朋友们觉得用AI学期 有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你毕竟是AI专家嘛 我们具体 因为我们是从日为期的 嗯 对 其他的学期也行 我觉得这个用AI的来帮助你学期 可能有一点他还是做不到 但他肯定是可以帮助你学期的吧 就是可以帮你复习啊 但他可能还是需要 跟其他的起手进行互动 跟老师互动 我觉得这些的东西是AI是教不了你的 但他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助你 比如说复盘啊 可以干脆做 就是跟你自己的下期就会做一些训练 呃 某些弱点给你甚至出些练习 这倒是有可能能做的 现在比如说 现在我知道用AI来做教育 那么他就说有好多知识点 他说这是这个知识点 你做这个习题 看你做的对做不对 那么这个现在能够做到 但我觉得围棋是不是以后也可能这么做呢 说到这儿我我特别想代表那个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和小朋友们的家长 你们稍微仔细听 我是不是代表你们了啊 大家现在采用的办法 国家队和小朋友的类似 就是用AI来协助我们训练 有没有可能AI在协助我们训练的同时 根据我们所下的旗谱 给我们每个具体的人 各式各样的 就百人百样 千人千样 提出具体的改进 和帮助我们成长 就像类似很好的教练这种方式 对对对 这是至少现在我看在小学的教育里边 世界上已经有 在不光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有一些常识 就是学数学啊 学物理啊 甚至是学英语 比如说他这个词 你这个说的不好 他反复这样那样的给你出些题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将来对于围棋 应该也可以做到这些 比如说你说关了就不行啊 然后这个变化你怎么 我这个就是有弱点 他还真的是可以这么做 非常感谢张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些 AI方面的经验 那我们因为是围棋 这个是围棋活动 非常感谢 这可能对职业棋手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行 贸然把你请上来 谢谢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 只要我们的高手一出马 那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就有种如鸡似渴的表现 这我觉得特别棒 就说明了 一小朋友们喜欢棋 家长们支持小朋友们才会出现现在这样景象 我也给大家提供一点学棋的心得 小朋友们学棋心得 就是在观看 在观看 在观看 跟你们类似的小朋友 跟你水平类似的小朋友们 在这跟高手们对局的时候 你可以模仿 你也在下这盘棋 这是一 二 你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对面那个高手会这样行奇 跟你设想的一样不一样 好吗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进步和你学习的成就就会特别高 想起来 这个在刚才我们请到了这个AI专家张震教授 来给我们分享AI的这些 其实今天我还想请一位 对我们到此为止 学期都特别有帮助的人 但是呢 他平时形式又特别低调 你们知道吗 在我们整个 棋手成长的过程中 包括家长 我们很多时候有点茫然的 那我们就喜欢模仿高手 可是高手又不经常在我们身边 那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去看高手的棋谱 去看高手的自传 去看高手的心得 在这一点上呢 实际上我们山西的山西人 除了不说我们进程 就说我们大山西人 你们知道不知道 在山西有一家全国等级的 全国级的 非常突出的围棋出版社 实际上是我们山西人民出版社 下面的书海出版社 坚持几十年 坚持出围棋专业方面的书记 不论 不论陪或转 当然出围棋书 整个来说还是转的 是小转 那从编辑一直做到了社长 是我们今天也来到现场的姚军社长 让我们有请姚军社长给我们分析 分享一下这几十年来做围棋 做围棋书记 特别是他的视角 可能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 学棋的学生和家长 因为这个这么多年来 在哪些全国哪些地方订书多 哪些书记更受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 也许他能提供更加好的解读 姚军社长 可以的话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山西在全国最出名的围棋出版社了 来姚军社长 非常荣幸又来到了进场 其实在十多年前我就曾经陪伴姚军老师来过进城 当时是以就是奇文化奇缘山庄作为一个由头 后来我们惊喜的发现 现在我们进城咱们地方领导啊 把这个围棋和竞争的发展 在现在这个咱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候 它结合在一起 把康养和围棋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在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影响 我呢是做出版的 就是我曾经给姚老师就出过很多书 我刚才看了看咱们在座的那个 曹勋轩老师在我这也出过书 那么我们以山西人民出版社 书海这个这个副牌啊 做围棋做了20年 我们也也要感谢姜老师 他是我们非常好的作者 其中还有一些类似于马小春啊 渝滨啊这样的大牌棋手和教练 都给在我们这出版了书 咱们那个进城的很多围棋培训学校 也在用我们的书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去培养赵成语 所以给大家提供精神实量 这次呢我有幸过来和姜老师一起 来到了咱们的进城啊 这次咱们的这个比赛这个活动啊 搞得这么有影响 这么轰轰烈烈 虽然结果呢并不是有我们预期的那样 但是我们觉得呀 这高手们奉献了这么精彩的棋局 本身在全国亲密中有因 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那么我在这里有幸说几句呢就是我想 这次这次活动和广大的进城的小朋友们 亲密家长我们建立好的联络 好的联系 让我们的精神产品能够为我们的康养精神 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奉献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姚社长给我们分享这个 出版长期坚持出版维棋图书这方面和学习维棋的经验 谢谢姚社长 我们能够看到只要我们高手们 开始跟小朋友们对局 你们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因为怎么说呢 小朋友学期是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 我看现场也来了好多家长 因为在学期的过程中 家长坦白说也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多家长懂一点点期 很多家长甚至不太懂期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孩子学的好和不好呢 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孩子去比赛了 孩子们比赛完出来家长问的第一句话 通常就是赢了输了 赢了好像就大家应该开心 输了好像大家就应该难过 其实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 其实很多时候在于准备 就你们看到的这些大高手 都经过这个阶段 怎么准备呢 你们可能也看到了 他们下棋之前首先定得住 那么小朋友怎么能定得住呢 你下棋的时候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小朋友去比赛了 去比赛之前我们就要做这样的准备 什么准备呢 我明天去下 我要准备我拿黑棋下什么 我准备我拿白棋怎么下 我要知道 对方拿白棋 如果很容易破掉我的中国流 那是不是我中国流的下法有问题 你看 你看 你经过这几方面 开始准备之后 你就不知不觉 进入了什么 认真准备阶段 如果一个家长 在小朋友去比赛之前 你广是告诉他说 你要认真下啊 你不要胡思乱想啊 你要好好下 那产生的效果 通常就是 这个小朋友很紧张 这是一 二 你没有恰当的 引导到 让小朋友们 该怎么认真下 让他进入认真的状态 是有方法的 这是 你们可能在这面围 看的人比较多 是谢棋森 小朋友对吧 再跟鼓励一下的 所以你们会慢慢发现 下棋下的好的小朋友们 他们不知不觉 有很多共同点 那就是什么 他面对棋盘的时候 他不是没有杂念 他是有很多念头 但是他争取 让这些念头 都跟围棋思考有关 你们看 我们有 极个别的小朋友会 下的时候 这个老师 这边还没落子的时候 他就觉得 嗯 我已经下了 我是不是可以看看 别人怎么下棋 那 那那对于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你就失去了一个什么思考机会 你失去了 先想 先替自己设想对方下哪里的机会 咱们也看了 这些职业棋手下棋 时间是很宝贵的 为什么有的人能下的快 不是他反应快 是他把你考虑 你将要下棋 下哪一步 他事先设想了一遍 就是我们说的 事先替对方想 这样的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对方想的跟你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 你能非常快的察觉出 对方这个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你已经事先把好几套方案都设想过了 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家长喜欢看到的小朋友们有静气 其实就是他能够自己想办法深入思考 大家要是有兴趣观察的话 大家可以仔细看 鼓励老师跟 是跟谢棋森是吧 下棋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鼓励老师 跟下正式比赛一样 其实肯定有差别的 但是他长期养成的习惯 他在小朋友想棋的时候 他没有去 没有去东张西望 他也在随着小朋友 想棋的办法在想 所以当小朋友们下下来之后 他很快就能判定出 你这步棋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认真是有方法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指导棋呢 大家能够学到这些方法 我们今天现场看 看现场的指导棋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看这个 这边是瑞南威老师 下的这几位应该是初中生吧 在在右侧的呢 是车敏珠老师 车敏珠老师下的几小朋友 要小一些 车敏珠老师还是身体好 其实他是很年长的一位 他站着跟我们小朋友下棋 当他们下棋的时候 你们就能够看出这些职业棋手 真是 他们有类似的表现 就是他们整个神情不跑了 在曹老师这里 记住 看小朋友下棋的时候 不要说话 为什么呢 你一说话 你会影响到其他人 最重要的是 你影响到了自己 影响自己什么呢 你就不能够认真深入的思考了 不过总体来说 整个看 我觉得 我是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呢 因为我 你们看 我们这么多小朋友 敬成志 这么多今天来选出来的这些小朋友 跟高手对局 都特别认真 对吧 我们 有没有可能 给几个镜头 给鼓励老师 这个指导的这盘棋 放在我们这上面来 可以吗 可以吗 对 麻烦那个摄影师 给几个镜头 给那几个棋子镜头 这样我们就可以 一边能够欣赏到这棋局 一边能够看到他们的神情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棋局走向 这个棋 就在我们刚才停下来讲的时候 这盘棋出现了变数 就是白棋这个段很好的 但是 接下来白棋应该紧紧打住 这个非常大 这不打 白棋是压的吧 黑棋这个团特别大 冲出来之后 白棋这个整个就薄了 然后白棋把这个搬起来 那不够大 黑棋下出了 靠的特别好的一部手机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白棋的应对 有一些失误 黑棋通过靠段 从这里把白棋打穿了 从这里把白棋打穿了 利用这个地方由打吃出来 然后从这儿直接断白棋 寻找机会 利用这个地方由打吃出来 我们能够看到 鼓励老师这盘棋是 是让先吗 还是让梁子 还是让先到天幕 让先到天幕 规则是 这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们 我们请这个 谢其生的妈妈 分享一下 这小朋友的 学期经历 好吗 对 也许对我们其他小朋友 也借鉴 给大家讲一讲 他什么时候学期的 在进城什么学校 大家好 我是 我是谢其生的妈妈 说起孩子学期 一路走了 真的挺不容易的 孩子是上幼儿园的时候 开始有兴趣了 然后我们就 就一个一个 学校找 找到了 然后青少年活动中心 开始学期 然后孩子一路成绩 也一直很优秀 最终我们就决定 走职业围棋这条道路 然后一路从广东 再到北京 再到浙江 一路学期 孩子一个人在外面 我们做家长的也是 真的顾不了那么多 所以感觉孩子一路走来 真的挺不容易的 自己付出的肯定比 同龄的孩子付出的更多 我 比如说 你们的经验 您懂齐吗 我不懂 我是个外号 那你具体怎么支持他呢 你要 创造最好的条件 我们就是 我就是一直就是鼓励他 支持他 小朋友那个 现在下期非常有进气 上午的时候 跟曹大元老师下的时候 上午 对不起 上午小谢跟曹大元老师下的时候 也下得非常好 那你觉得 对一个不太懂齐的家长 能够鼓励孩子走到这一步 你觉得比如说你想分享给 告诉其他不太懂齐的家长 最重要要注意什么呢 知道也不敢说吧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外号 我们的孩子就是支持 然后鼓励 然后就是 希望他对围棋的热爱 能一直热爱下去吧 不要轻言放弃 那你把最重要的都说了 还是我们也是不懂 对吧 这个谢妈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一 全力支持 二 相信孩子 如果孩子有这个兴趣 家里面就全力支持 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 这就是最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你上来分享 小朋友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坚持是肯定是离不开家长的 因为家长能够鼓励孩子的兴趣和爱好 并且创造最好的条件给孩子 这就非常棒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跟专业的老师学到方法 这样你的进步就会特别快 不过我们 我们看到的进程的一组数据之后呢 可能就会从侧面也知道 为什么进程为期开展这么好 这跟进程大力提倡大家下棋 以及体育上这么好是分不开的 因为围棋当然也是体育的一部分 像进程在今年的省运会上 整个出现整个去参加的运动员少 按说参加的运动员少 得金牌得奖牌的机会应该少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进程按照比例来说 参加的运动员少 像比如说游泳和跳水 进程参加的人数不多 但是进程取得了15枚金牌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跳水项目总共在18块金牌 进程就夺得了五枚 两个项目都排在全省第二 仅次于省会太原 但我们知道我家乡是太原的 太原派出的人多 在其他的那个项目 包括橄榄球 田径举重射箭 自行车羽毛球这些 都有特别好成绩 我觉得小朋友们参加体育和围棋 最重要的是能够锻炼自己的素质 因为这是对小朋友们的素质 和身体都特别好的一项 一项事情 所以我想在这说 钦佩进程人 期待你们能够不停的鼓励自己的孩子 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给到了小朋友的 我们给到了小朋友跟 小谢小朋友跟鼓励的画面吗 如果可以的话 对 能够 因为我们在这直播 还有全国还有很多人 在关心我们这场直播 也很期待能看到 进程式的小朋友 现在什么水平了 我们知道 进程这个 十年前 赵成宇的水平 是刚刚展露头角 但是你看这十年 他在职业期间 就取得了这么不俗的成绩 我们也很期待 能看到 也许再过五年 再过十年 进程会出现 赵成宇 这样的优秀棋手 甚至比他还厉害 对 我们麻烦导播 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个不是鼓励老师 这是瑞乃威老师 我们看 对不起 我以为已经有了 好的 我们小朋友 能看到小朋友们 这些下棋都很熟练的 对吧 这个老师们跟他们下 是多面打 一个人对四个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 但是 对 谢 谢学东小朋友的是 一对一 是 那是因为 因为 这个小朋友比较厉害 而且 而且也引起了 中国维系协会的重视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 鼓励老师 是一对一 在对 谢学东小朋友 我们能够 能够再往棋盘上面一点 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 从现在这个棋行看 我们看小谢同学下得很好的 我们能看到这个屏幕吧 哇 很热 通常指导棋都是不用中的 这盘棋也许应该给双方配上中 对 我们所有老师今天都是穿着 穿着我们进城这次活动的T恤 所以 我可能画面上看的时候 有时候你们会有点点分不清楚 对 这正是鼓励老师在跟 谢 谢其森 小朋友在对局 这是在右下 左上角在交换次序 要广看这个 因为有的白的我看不清楚是 比如左下角 鼓励老师左下角 白棋有棋子吗 有点反光 现在看上去黑棋相当可观啊 所以这个局面是很难说的还是 很棒 我们 期待这个进城能够 出现一批一批的维席上的优秀人才 我们下面有请 山西省进城市维席协会 副秘书长周瑞芳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来参加的 来参加活动的小朋友 大概都来自哪里 和你们对他们的期望 周瑞芳老师 对 读错了吗 牛瑞芳老师 对不起 江老师好 各位起手 各位这个老师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代表 进城市维席协会 来这里就是发言 然后呢 进城市维席协会 其实我和维席结约 大概是07年 然后呢 就是 就一直从事着幼儿维席的 这个研究工作 然后呢 就是 刚才田老师呢 我们介绍了一下 我们少儿围棋的这个 整个面儿的发展 其实呢 我呢 是更多的是做的 幼儿园围棋的这个 推广工作 那么在 在进城市 苏老师 苏老师 田老师 以及维席协会的各位老师的推动下 我们进城大概由五所幼儿园 成为了全国围棋特色幼儿园 嗯 那么很荣幸呢 我本人也在去年参加了咱们这个 中国围棋协会教材的评审工作 所以呢 这个 既是这个 咱们进城 呃 七元地发展的一个 呃 小小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成绩哈 但是呢 这个围棋的普及工作 却是任重道远 所以我们也特别有信心 嗯 再就是这样的围棋大会的引导下 把少儿围棋的普及工作做得更好 那我想 我想问一下牛老师 因为你是在 我们说第一线在幼儿园 您觉得呃 大概什么样的年龄段 比如幼儿园小班 中班 还是大班 哪个阶段开始启蒙围棋会比较 比较 比较好 嗯 这个是这个我们深有体会 呃 呃 建议幼儿园的孩子就是 中班的后学期 四岁半的时候开始接触围棋 这样子的他 对他的整个启蒙 还有这个发展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发现有天赋的孩子 呃 牛老师这个说法让我怀疑 我们俩串通好的 因为 我们俩事前没有串通 但是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 幼儿园中班的后期 那种 感谢 我很荣幸 很荣幸 那 呃 比如说你们对 比如说 有的小朋友好动 有的小朋友好近 你们是怎么样调整他们的 呃 呃 一般的话 孩子一开始的话是游戏嘛 就很简单的儿歌游戏 呃 呃 如果进入下棋的状态的话 如果我们可控制的话 是一进一动 结合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不可控的话 他就先自由着 先爱上围棋 呃 对于爱动和不爱动 和年龄 这些都不是第一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是让孩子爱上围棋 对他产生兴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因人失教 他就很容易让孩子变得喜欢围棋 我觉得非常棒 您讲的非常好 谢谢蒋老师 所以我这里也能 不知道能不能代表了 进城的少年儿童 特别希望您来 给我们这些孩子们 给我们这些老师们 讲讲课 那我们现在就是每年来一次啊 是 我因为 呃我也经常给这些小朋友们讲课 给带那些 有时候带家长 有时候带这些老师 基本上跟你讲的差不多 下次我们要再有活动 就请你讲就好了 一定要请您给我们的老师们 幼儿幼儿教师呢 普及一下这个围棋文化 肯定这个高度和这个趣味性 会更多 嗯 谢谢蒋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讲的非常好 我们看在一线的 呃在一线交围棋的 就是能够总结出很多 经典的事情来 所以很多家长 和和小朋友 呃的亲戚好友啊 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 小朋友 几岁学为其合适 是 一 我想说 在你的这个年龄段之内都可以 二 就是更早开始的时候 是中班后期 因为 通常我们现在的中班后期 是四岁半 那这个时候的小孩子呢 会 比较开始容易接受 我们的经验就是 一定 不要 教小朋友 因为 小朋友 在那个年龄段 如果你 开始教他 他的体出性 就会比较大 一开始 一定要让小朋友 玩起来 喜欢上围棋 喜欢围棋 就是 有兴趣 比如说 你开始教他 啊 这个棋 下完这个应该下那个 下完那个应该下这个 远不如教他 你就自己随便下 但是 很多家长会说 你让我的孩子随便下 那我跟你学了啥呢 其实不是的 比如说 我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有很多经验之量 我在教三岁的小朋友的时候 我通常就告诉他 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中间那个子围起来 这个子可以是黑子让白子围 也可以是白子让黑子围 三岁的小朋友 他是很快会把你围起来的 但有的三岁的小朋友 没有这个兴趣 没这个兴趣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曾经教过自己的家人 小朋友 那就是 这些小朋友 喜欢巧克力豆的时候 我这个故事可能讲过很多次 你把巧克力豆放在交叉点上 让他去围 然后完了还告诉他 围好了之后告诉他 你用最少的棋子围了 这个巧克力就归你了 我还记得 这个我们家里面的亲戚的这个孩子 到最后他就会追着你 想围 为什么 因为他围了你 这个巧克力豆就归他了 他还要求你摆两个字 后来甚至三个字 因为对他来说 他每围一个巧克力豆 他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那么这可能是开始启蒙孩子的第一步 启发他的兴趣 然后呢 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小朋友的表现 如果我们有的小朋友 比较好杀 那老师慢慢你就可以给他展示 哦 你要好杀的时候 你可以采用同一个想法的另一种办法 那可能小朋友就会更有兴趣的学 哦 原来这种办法 我能够很好的把小朋友 对方的棋子干掉 我们今天这个的棋 已经进到中盘后期了 呃 我们的指导期也进行到很多了 我们现在也很想借这个时间 来采访一下新上任的 中国维棋协会副主席 鼓励老师 也听听他今天下棋 这么久的感想 和以及对我们进城 进城市维棋开展 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他对进城的印象 啊 有请鼓励老师 小谢小朋友 对 小谢小朋友 你坐在那继续思考你的好了 鼓励老师 大家知道是我们国家拿世界冠军最多的人 呃 有请 对 呃 可能刚才你下棋太集中了 呃 呃 我们很想问的几个问题是 一 你对进城的维棋的印象怎样 看了进城这么多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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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城开展的数据和情况 呃 呃 对将来进城的这个 呃 套具那什么 有什么指导性意见 还有 对今天的小谢小朋友 做做评价 谢谢鼓励老师 好的啊 呃 呃 各位进城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下午好 呃 呃 刚才确实是没听见 下的很投入 说明 呃 小谢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呃 呃 我大概数了一下可能下了 70步左右吧 我感觉 呃 如果我后期我还准备用AI跑一下 我是觉得下70步是不是我还一直处于劣势 呃 呃 因为是今天跟小谢朋友是要倒贴木嘛 倒贴石木 呃 所以说我感觉还非常吃力 一会儿下去我还得再想想办法 呃 呃 这次是我第三次来进城啊 每次的感觉感受都不一样 呃 第一次来是00年 当时是17岁嘛 然后当时参加全国围棋圣端赛 呃 当时是第一次来啊 呃 也听说了七至三啊 但是呢 当时却是年龄小也 没来得及来旅游啊 不过我当时00年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是我00年的升段赛 在这取得12连胜啊 当时是没有输起 是我生涯中唯一一次段位赛取得全胜的地方 然后呢 04年呢 第二次来是在呃 近城的四方教育成碑 名人赛的 应该我印象中八强还是四强 反正是争夺挑战者决定赛吧 然后后面是赢了尼尔是 取得了名人赛的挑战的资格 然后童年呢 也获得了名人的桂冠 所以说一直对近城的印象非常好 包括这次来啊 觉得这边我在重庆四十多度 然后来这儿 感觉二十多度很凉爽啊 非常的开心啊 呃 然后呢 也看到了今天有这么多的呃 家长还有小朋友们支持下棋 支持小朋友学期呃 呃 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数据 包括前面听呃 呃 几位嘉宾介绍嘛 然后近城这边是小学和幼儿园 的普及率在百分之九十 是开设了维棋课 还是学期的 就是接受维棋教育的 有百分之九十的小朋友是接受啊 呃 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其实呃 呃 因为现在身份的变化嘛 呃 我也同时是重庆维棋协会的会长呃 呃 我们也希望在重庆也能进一步的把围棋呃 呃 无论是围棋的普及围棋的教育 能够推的推广到学校里面呃 呃 然后现在也在慢慢的开始呃 呃 呃 那么这次回去呢 呃 那我也觉得要吸取 进程的优秀的一些经验 也把它带回去 我也在重庆的围棋普及呃 呃 能够把它发扬光大 啊 啊 那么说到最后说到小谢朋友 这个 还是希望他这盘棋加油啊 因为我们进程才走出了一位呃 呃 呃 围棋国手赵成宇嘛 然后他马上也会在九月份呃 呃 应该到十月份的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上啊 啊 然后代表中国队出战啊 啊 然后我们在这呢 也希望啊 啊 我们赵成宇 为我们中国 赢得首枚亚运会的围棋金牌 那么也希望无论是小谢 还有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们 你们能好好努力 争取在以后的呃 可以说是围棋圣药吗 还是或者是通过学习围棋 能对自己有帮助 我也希望到时候 我们能够在北京 甚至你们能代表中国 能为我们赢取更多的荣誉 谢谢大家 谢谢鼓励 谢谢鼓励九段 那个加油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对小朋友们最好的就是 拿这个鼓励呃 展示出他厉害的齐齐力来 那样小朋友们会学的更多 非常感谢 而且我们也知道呃 高手指导 能够让小朋友们全身心的感受到 跟高手的距离 呃 呃我们 我们待会儿有专门的签字环节 所以现在不要找高手们签名 好吗 让他们更加专注跟小朋友们下棋 因为这个时候你跟高手下棋 你会甚至你会学习到 哦高手们是在什么阶段喝水的 因为那可能是他在构思下一步的棋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行棋的节奏 你甚至可以从他喝水的节奏 他放松的节奏能够学到 因为这些高手都是经过千吹百炼的 说到这些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 刚才跟大家讲我十一岁就开始参加职业赛了 刚才古力也说了他十七岁的时候 是在我们凌川参加的断尾赛十二连胜 这些都是一步步走上来的 特别是这些人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你看我们古力老师水平这么高的人 仍然这么谦虚 他说他接下去下了台之后 还要继续努力争取 争取在跟小谢 小谢同学这盘对局里面下得更好 好吗 我们这些高手这个 每个人学棋的过程都有他们独特的经验 今天既然是我们这么多小朋友在现场 只要我们这盘上面的棋还没结束 还有时间 那我们一定请更多有经验的棋手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 好吗 我们下面就很想请孔杰老师来讲一讲 孔杰老师也是从小是天才少年 天才少年 所以如果能够给大家分享 因为这么多小朋友能够给大家分享 分享学习的经验和给我们的小朋友们提一些建议 那就对小朋友们都会是都会是非常好的帮助 这些小朋友们以后可能就是另一个孔杰 对 请孔杰老师上台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进程 然后刚才也是跟这个几位小朋友做了一个围棋的交流吧 因为每次我来参加这种活动呢 其实自己都非常开心 因为我从小也是从六岁吧 开始学习围棋 然后通过不断的积累吧 然后一点一点的成长 然后刚才那个 我记得刚才最开始的时候采访曹杰老师的时候 曹杰老师也说了 学习围棋呢 其实没有什么魔法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这个去努力 然后不断的积累 然后使自己的这个水平得到这个不断的断裂 一个是要多做一些死活题呀 然后呢想进步的话还是要多多下棋 我从我的经验来讲呢 就是说一定要进行 从小的时候一定要进行这个大量的这个围棋的训练 就是围棋的对局 跟比你高一点水平的呀 或者跟你水平差不多的小朋友进行对局 通过不断的这个对局当中 然后去再去进行复盘 然后不断的总结 这样呢才会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所以今天来到这儿也是特别的那个开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谢谢 谢谢孔杰老师 哇这个小朋友们刚才可能有专注棋局的 不一定听得仔细 但是家长们听到了吗 孔杰老师说了 不间断的做死活题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都是他们的最最精华的经验 不间断的做死活题 我的理解就是 你起码要保持每天做 当然了 我们小朋友们本来喜欢一件事情 是很容易坚持的 但是小朋友们毕竟忘性大 对吧 经常有的时候 比如说去参加科学实验了 去参加体育活动了 你今天是很可能忘掉的 那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家长的提醒 家长一定要记住 他可能参加完游泳比赛 他可能参加完 刚才我看我们进程的网球也很好 参加网球比赛 他有点累了 但这个时候他的脑子并不累 他只是身体累了 那这个时候尽可能 让他尽快恢复 但恢复身体的过程中 让他动脑筋 那可能就会用到孔杰老师的 不间断的学习死活体 那这样的话 你的孩子可能就能够交替学习 身体上是经过体育锻炼了 然后在其他方面呢 脑子呢能够在这些间隙里面 抽空学到围棋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经验 我们有很多家长说 我们的孩子太忙了 我们并不卷 但是学校功课太多 那么我们会是提倡 小朋友们利用什么时间学习呢 比如说你送他去体育锻炼的路上 比如我看好多进城送孩子上学 他是坐在电动车后面 有的是走着去 那这个时候他可以思考一道死活体 如果这个路程够十分钟长 那他已经可以思考三到四道死活体了 所以让孩子能够学会 见分插针式的学习非常重要 还有的家长 对孩子非常好 把孩子的学习安排的特别满 比如说第一个活动 这个学英文课之后 学算术的时候 这个时间段是空着的 尽量让他们学会 在各个时间段都能够安插进去学习 这样孩子就会养成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我们曾经有一位家长 他的孩子古诗词做得很好 诗词能够填词 围棋也很喜欢 就曾经在上海市最后生五段的时候 那一天跟什么撞上了呢 跟他的诗词比赛撞上了 最后这位家长是先去带他去诗词比赛 诗词比赛完了之后 飞快的开车又带他到五段考场 你们知道生五段七盘棋在上海 是需要五胜二败才可以的 所以那天他错过了两盘棋 但是在后面的五盘棋全胜 我为什么想举这个家长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家长就非常喜欢 让自己的孩子学棋 不一定要走专业道路 但是他觉得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 享受为期带来的乐趣 还有培养自律的习惯 还有争取让孩子体会到什么事情 你只要安排合理 可能都不会耽误的 当然这个家长自己非常热爱期 我觉得他做到的最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我建议他不要教自己的孩子了 因为他的孩子进步很快 他这次也在我们现场 他是我们国家的一级导演 他自己的职业是导演 所以我们也很想请他来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学围棋的孩子 他觉得主要要注意一些什么 而且他的孩子没有走职业道路 高中毕业之后了 考到了东南大学 对吧 现在是东南大学围棋社的社长 在学校里非常活跃 学习很好 同时还在给大家传播围棋 所以我们有请朱凤导演 给我们分享一下孩子学棋 他觉得需要 他写过文章 在这个 在这个杂志上登过 谢谢 有请这个朱凤导演 谢谢江老师江九段 很荣幸我的孩子 在从他小学开始就有机会 拜江祝九九段为师 跟他学习围棋 我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 但是我的童年少年 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机遇 能拜上像这个江九段这样的名师 那么我的孩子 自从跟江老师学了围棋以后呢 这个进步很快 但是呢 我们也非常注重他各种知识的均衡性 我觉得这个学围棋 第一是要保持对围棋的高度的热爱和兴趣 至于你是不是走专业的道路 那是第二位的 那么我的孩子呢 我就对他说 你要长期的保持对围棋的关注力呢 你一定要是各种知识的均衡发展 把围棋当作一个爱好 而不是一种痛苦 那么 所以在平时我对他各方面的知识的这个营养 我还是比较注重这种均衡性的 而且围棋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 传统的记忆 那么他和我们中国的其他的传统文化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刚才江老师也说到 有一次他的古诗文的比赛和他的围棋的声段赛呢 发生了冲突 那么我就和孩子进行了沟通 我说 我建议去他接受一下古诗文的这个比赛的挑战 因为围棋声段赛呢 他可以有很多次 这次不过还有下一次这个机会很多 然后我说呢 这个围棋比赛要声段赛要五盘 剩二盘 七盘剩五盘才能声段 我们去参加古诗文比赛呢 就等于放弃了前两盘 我说你后面还是有五盘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的实力到了 如果你能够像江之九九段在第一届中日围棋类台赛上 这个五连胜的话 那你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就用江老师的这个类台赛五连胜的这个故事啊 来给他做了一个即将法 那么最后我们的孩子先去参加了古诗文比赛 上海市的古诗文比赛 他也得了奖 也受到了很好的这个熏陶 然后下午又去参加这个围棋升段赛 他果然如愿以偿 赢了五盘升了五段 升了业余五段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 是跟他平时江老师跟他的教育 和他的平时的知识的均衡性和他的心态的放松 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围棋 他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重要的兴趣 但是他并不是唯一 他有许多可以和其他的兴趣相结合的地方 谢谢猪导 稍等一下 猪导我想很多奇迷最关心的 很关心的一件事是 猪导什么时候要不要拍一部跟煤气有关的电影 尤其是跟孩子们学习的 因为猪导跟我们一起出访的时候都在录音录像 这些猪导有没有有个记忆 这次我到近城来 我就来发现一下有没有好的素材 因为在这个电影的领域 我们曾经出现过很好的电影素材 这围棋素材的影视 对我们的围棋的普及 围棋的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一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是中国著名演员孙道林和日本的大牌演员 三国连太郎主演的那部片子 就是影响深远 那么后来我们这几年 在我们的范围检二段的这个监制下 我们也拍过一部奇魂的电视剧 这部奇魂的电视剧呢是翻拍日本的动画片的 当年日本的这个奇魂的动画片 就为兴起一代围棋的这个热潮 兴起这个青少年学习围棋的兴趣 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这一次我们的奇魂电视剧呢 也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所以我想一部好的影视作品 一部好的关于围棋的影视作品 跟我们像江老师一样去作为职业围棋教师 去教大家学围棋 它起到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 我也希望有机会 能够找到更好的围棋的素材和故事 拍一部围棋的作品 谢谢主导 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非常期待那个 什么时候能拍一部围棋的故事 那样对推广围棋和传播围棋会特别好 谢谢 说到影视作品 我们可能在座的人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就不一定知道 其实我们这里面有一位人 有一位人物 是曾经以他的原型拍出过电影 电视剧 在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 20034年 非常轰动的 在当时的整个国家很轰动 但不是在我们中国 是在韩国 为什么特别轰动呢 是因为他的经历比较传奇 他从小学起 你们可能会以为我讲的是曹勋玄老师 不是的 他从小学起 后来 因为他的母亲 执意想让他到美国去发展 后来他在美国 又发展了他的另一项技能 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州扑克 参加过好多次世界级大赛 拿过世界级的冠军 尤其可贵的是 尤其可贵的是 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在一九九我印象是九四九五年 他因为当时中国围棋界的围棋比赛比较少 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 所以他就个人出资 当然也是因为他在扑克 就是德州扑克界 挣了很多奖金 他个人出资 独资赞助了中国的一个比赛 而且这个比赛他不要求以自己名字冠名 整个比赛的名字叫友情碑 在这之前 中国的一项比赛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结尾的时候 也是他自己拿出来资金一次性 把这个比赛最后结尾做掉了 所以我们京城人 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位 这位对中国围棋有帮助的 这已经是第三次邀请他来了 我们中国围棋界也没有忘记他 经常邀请他来我们参加我们中国围棋界的活动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现场最靠着主席台最左边的那位棋手 他已经是七十三岁了吧 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他就是车敏珠老师 我们很想请车敏珠老师上来分享一下 当时他为什么会拿出个人的资金 来给整个中国围棋界连续做比赛的经历 也很想听听他对小朋友们学期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他的脑子不太不一般 既是在韩国围棋界曾经非常厉害的人 但是后来又在跨界发展 在波克界世界波克界 进入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拿过几次世界冠军 有请冷月翻译 请车敏珠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他赞助我们中国围棋界比赛的经历 和对我们小朋友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我们对我们欢迎 我们对我们欢迎 以及一代各个OTEL的朋友 希望能得及到全世界冠军 中国名字 车敏珠 제가 중국을 맨 처음 방문한 것은 1980년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 1980년 저는 한국에서 어려서 소린 쿵푸를 배웠습니다 소린 쿵푸 소린 쿵푸 아 会少林功夫 한국에学过少林 한국에学过少林的功夫 아마 그것 때문인지 아마 중국하고는 굉장히 이렇게 갇혀온 느낌을 가졌고 쿵푸를 배우면서 우리 중국 국민들이 얼마나 대단한 국민인지 알게 됐어요 제가 미국에서 포카로 성공을 해가지고는 중국 바둑개를 어떻게든지 돕고 싶어서 94년도에 우정배를 만들게 됐습니다 그 후로도 우정배는 3년간 계속됐고요 그 후로도 중국과는 많은 인연을 갖게 되고 우리 옌에이고단하고 강주구구단이 한국에 와서 프로 생활을 할 수 있게 도와줬습니다 저는 74년도에 프로가 됐지만 제가 프로라고 생각해 본 적 한 번도 없고요 아마추어로서 프로를 존경하고 항상 이렇게 모시려고 노력했어요 잘 모시려고 74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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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국의 활동이 더 많고 중국과 한국에 이렇게 중국을 방문할 때마다 많은 바둑팬들을 보고 굉장히 반갑습니다 모든 바둑을 두는 분은 저하고는 친구입니다 모든 바둑을 두는 분은 그래도 우리의 친환자에게 정말 반갑습니다 그리고 모든 바둑이의 사랑을 모든 바둑이의 사랑을 정말 반갑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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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他当年赞助了三界友情杯 中国企业都非常感谢他 其实我很想问车敏珠老师 他当年连续个人独自赞助了 连续赞助了三界友情杯 因为据我知道 他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好到那个样子 但是他自己依然自己独自赞助了连续三年 全部职业起手参加的友情杯 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一点 就是当年车老师自己是怎么想的 订阅什么 因为那个车老师他就是说他对那个围棋是相当大爱的那种 然后当时因为中国的围棋界还是比较困难 就是我们那个棋手啊比如说这些赞助经费上面这些方面上面 所以他是出于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中国和韩国 日本这样一起 有更大的这个发展 出于这个目的 非常感谢车老师 就是韩国把他的故事 整个拍成了电视剧和电影 车敏珠老师 车敏珠老师 今年大家可能看不出来 他已经73岁了吧 应该是 还是很矫健 因为可能练过少林功夫 我们中国旗舰 很多人都说 他就是中国队 不会说中国话的一员 因为跟我们 对中国旗手特别友善 再次谢谢车敏珠老师 我们可能能看到大盘上的旗 大盘上的旗 显得有时候落子有点点快 那是在读秒 读秒就是在规定的一分钟之内 你必须要下一手 我估计下成这样 他们很可能 双方进入到最后一分钟了 最后一分钟最后的十秒是 三十四十五十 剩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如果十的时候 如果十的时候 以前是十的时候 你要下下去这一手 现在不是 现在是十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下下去那一手 连上按钟 的话 这样就判输了 所以在最后一分钟 是非常非常考验棋手的 你有可能 就会因为最后 哪怕你摁了 下了棋 但摁中的那一刻 就会让你摁中的那一分钟